郭文貴議員 主席各位同仁 這條講的是個案評鑑的條件 主要其實幾個版本的差異 在時代力量版本增加了一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他可以申請個案評鑑 主要民進黨跟司法院的法案是認為 加上這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可能會造成一個爛訴 或者是司法蟑螂的問題 本席思考了一下 認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這個認定上 是不是空間上面稍微模糊了一點 確實有一點爛訴的可能性 司法也可能會受到比較過多的干擾 但是如果太憲說 可以提請個案評鑑的資格的話 也會造成有時候有一些 這個申請的範圍 如果太窄的話 會讓某些失職的法官沒有被找出來 所以本席呼籲執政黨應該適度的 適度的來增加 比較具體的來增加可以申請個案評鑑的 到底是有哪些人員或是機關團體 讓法官的審判 能夠被更多的民眾有機會來進行檢視 所以基本上如果只是寫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的話 可能還是稍嫌模糊了一點 以上謝謝 謝謝